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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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我们可以控制这个这样头 这个爪子开开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让那个球 就可以就这样打开 然后就可以把前方的球囊括进去 然后等到我把所有的球囊括进去之后 我就可以把这个爪子合上 合上之后就可以 把小球都迫在我的这个爪子里面 然后把它运送到相同的地方 对 最近今天做的 也可以打个这个爪子 对 简单多远 水中 这个水中的话大概应该有五十公里多了 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发展了很多年 二十多年了 尤其机身教育也是二十多年了 那只有在这几年其实才是迅速地爆发起来了 就是因为政策的原因 那我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我们以前的积累 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机器人大赛应该怎么去做 你应该学习一些哪些内容 我们应该怎样去跟社会的一些企业去结合 我们应该怎样去跟社会的一些企业去结合 我相信每个小男孩 从小时候就会有一个机器人的梦想 想自己做一个机器人 能帮忙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 而随着这个长大以后 不断学习更多的知识 这个梦想逐渐会转化为一个理想 一个可以做智能化设备的理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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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非常棒 然后可以让他了解什么原理呀 知道为什么会 这个机器人为什么会动用在学里面 所以要主要让孩子的视野能够开阔一下 这两个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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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